我们远离故土为了挣钱是为了什么呢 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但是孩子呢 因为从小就缺失亲情和关爱 学得越来越冷漠 他已经把亲情看作跟他生命里没关系的东西了 这都是我们把钱看得太重的结果 还有您老说女儿不跟您交流 您看女儿能跟你交流吗 他跟你说什么你都是否定 比如说我这个朋友啊 他只是我普通朋友他可以帮我 你就说他是个骗子 女儿刚说继父不好 你又说你继父怎么不好了 所以你给女儿跟你沟通的机会了吗 你总是否定他 第一项你要看到女儿也有他对的地方 他要跟你陈述的地方也有他好的地方 要看到女儿身上的优点 如果你要不夸女儿 总是否定他 他能愿意跟您交流吗 是不是 所以您这两种方式都是必须得改的 改了之后跟女儿才能建立一个沟通的平台 李老师 你知道你这种情况 在咱们国家有多少吗 你不是唯一的特例 你这种情况呢 有一个词叫做留守儿童 如果说你今天是十岁 十一岁 十二岁 那么我的所有的票 我都会投给你 如果说他们能够有在跟你一起生活 能够抚养你的这样一个机会 我想他们不会放弃 他们走那么远 一定有他们的苦衷在这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说刚才 我为什么说如果你十岁 十一岁 十一岁 十二岁 我会把所有的同情票都投给你 但是今天我不能 我为什么不能 因为你今天已经十八岁了 十八岁 成年了 成年了 那么你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就应当去体会父母 在你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不得不把你留在国内 他们去国外打工 那么你现在对于生活的态度上 有了一些问题 母亲就毅然地从国外回来 甚至为了弥补和你的关系 让继父到外地去生活 他回来不是因为想弥补 弥补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我就是回来弥补你的吗 团大姐 您呢 稍安勿躁 我跟金伟在交流 你说你母亲不是为了你回来 她为了什么回来的 我不知道 那好 你不知道她为了什么回来 那么你怎么就能否认 她是为了你回来的呢 因为她之前从来没管过我 那好 之前怎么不说 之前她从来没有管过你 那么从现在开始管你不行吗 好 至少从刚才的对话当中 我们能够感觉到 金伟跟母亲之间的再一次矛盾激烈 是因为母亲离开她 再一次去俄罗斯 并且很快地嫁给了另一个男人 那么在她和继父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让她感觉到不仅没有多一个父爱 并且还继续在失去的母爱 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的外上调解 看一看金伟的心理 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让她离母亲越来越远 父亲去世 母亲再婚 金伟对母亲的成见就越来越深 为了逃避母女矛盾 带来的家庭不和 金伟的继父 韩阿姨的丈夫 现在并没有和母女二人同住 而是选择逃避在海南 而韩阿姨现在的丈夫继伟 在这对母女之间 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她是矛盾的调和技 还是催化技 她在进入这样一个家庭之后 又有些什么想法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也见到了 刚从海南来到北京的继尾 当初要是你知道 她这个女儿这样子不喜欢你的话 就说特别不喜欢你 阿姨在一起的话 你还会不会和她在一起 我是这么想 这是很矛盾的事情 当初我们就在国外 国外我们在认之后 长的假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这孩子 当初我也不认识 这孩子就是怕你心里 就和别的小孩不一样 在一起出入就挺困难 非常困难 我在海南家就琢磨 这回走了我就不回来了 因为总在一起产生很多麻 不必要 没有那种必要 把孩子耽误了 所以 所以